Hello 大家好 我是Pink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Don't stop, you never give up Pinky, don't stop Yeah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 這張Makeup Forever的 Matte Velvet Skin Foundation 粉底實測 這罐粉底一無於公於私 都不停的被湯姐 湯婦給推坑 所以我就忍不住刷卡買了它 今天我是第二次使用這款粉底 那我相信很多產品都是 蜜糖毒藥潤嘛 所以湯很喜歡 其實到我這邊會有比較不同的看法 再等一下的影片呢 我都會慢慢的跟大家分析跟解說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購入這款粉底 然後正在觀望的話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來說是有參考價值的 在正片開始之前 要不要 要不要 按個訂閱 還有 還有 少鈴鐺 Thank you very much 那就正片開始 好的大家 現在你們看到呢 我臉上的狀態是剛擦完化妝水跟眼霜 除此之外呢 妝前什麼我都沒有上 接下來就一起來測試看看這罐 Matte Velvet Skin Foundation 它的包裝呢 其實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就是這種Squeezy Tube 所以很方便攜帶也很輕巧 那它的粉體呢 是蠻濃稠的流動性不高 所以以我這樣子光看就覺得說 哇它應該是蠻高遮瑕的粉體 那我這半天臉呢先用海綿來上妝 真的蠻稠的 所以我稍微推開一點 我這次買的顏色 非常非常貼近我的真實膚色 它有一點點淡淡的香味 但是不會到很濃厚那一種 不過偏花香調 好 這是薄薄 上一層的妝感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沒有上粉底 這邊有上 就我這樣肉眼觀察 我覺得它是有適度的均勻跟提亮我的膚色 然後小瑕疵呢也有遮掉七八成左右 整體的妝感非常非常的自然 我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這邊我們來用刷具 一樣我就是先用手點在臉上 哇 它真的很稠耶 我稍微把它圓開 這樣才不會過於拉扯自己的肌膚 使用031的斜角粉底刷 這支刷具非常的好用 非常Handy 好 這邊呢是用刷具上完的 撥撥一層 說真的光用肉眼看 那個差別非常非常的細微 那如果說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用刷具上的話 它遮蓋毛孔的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刷具它本身有很多細毛嘛 所以就可以深入填滿你的毛孔 所以這款粉底 它本身對於遮蓋毛孔的效果是 熟熟的 給大家再緊看一些些 觀察毛孔的話請大家細看我臉頰中間的部分 但是如果要講整臉的妝效啊 我覺得畢竟它是比較濃稠的粉底 所以它用微濕的海綿蛋去上 會是比較勻透比較好看的 那這邊呢就感覺有點乾乾的 然後不是那麼的均勻 所以好我接下來在薄薄的上一層 然後都是用海綿蛋把它勻開來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它的粉體啊在乾燥之後的顏色 會比剛上的時候暗一些些 所以如果說你要買的話 不要像我一樣買太貼近自己的膚色 如果可以請買白1號或0.5號 因為Makeup Forever它出的色調跟色號非常的多 所以你應該可以找到你自己適合的顏色 我是因為我在網路上忙買啦 沒辦法 而且這款粉底它真的乾的非常非常快 所以大家上妝的時候記得快很準 如果說你對自己上妝的速度比較沒有把握的話呢 就半邊半邊上 那遮瑕膏的話我今天就搭配使用這件愛用的Dior遮瑕膏 之前在留言區我有看到觀眾朋友問我說 Dior遮瑕膏跟Jeffree Star的比起來 他們兩款的差別在哪裡 那以遮瑕度來說我覺得他們兩款都差不多 但是呢 Jeffree Star的粉感再更重一些 Dior這款是非常輕薄的 可是在產品的定位上是非常不同的 因為Jeffree Star它是沒有動物測試的 Dior有 那價錢方面Dior又是再更貴一些些 如果說你要論品質 我覺得這兩款都是非常優秀的睫毛膏 欸!遮瑕膏 但是有一點要再另外補充給各位就是 他們兩罐的墨數差蠻多的 就是Dior這款算貴 可是它墨數很多 那Jeffree Star這款就是墨數比較小 給各位參考參考囉 好現在遮瑕遮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遮瑕膏比較白 還是這個粉底真的變暗 你們有沒有感覺我真的變黑了 所以這款粉底在我臉上 它氧化的情況 或是它收乾之後顏色暗沉的情況 嗯...是蠻蠻明顯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比較白的蜜粉去拯救它 稍微平衡一下這個膚色的色差 那今天的蜜粉呢 我要使用的是Skin Food雪浮蕎麥蜜粉 這個是衣靈青透色大範圍的把它塗上去 這款粉底啊就是它不會自己收乾 所以它在臉上還是會有一點點黏黏的 請定妝務必要做確實 這款粉底我算是用了第二次 所以才對它比較了解 老實講第一次用的時候呢 我覺得它妝效雖然美 可是它暗沉的效果真的是太驚人了這樣子 你看這個粉上完之後 我又回到人間了 現在看起來很白 但是它吃進去之後會更貼合我脖子的顏色這樣 好的 現在時間來到2點38分 那我再去把我臉上其他的部分給完妝 等一下再回來跟大家一起check一下 它整體的效果是如何 See you later and it gets on 現在時間來到3點34分 這妝間我有去稍微做一下家事 然後讓妝更加的吃進我的肌膚裡面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妝效 我自己是覺得還滿滿意的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我手上的粉底液 它顏色真的很深 所以它完全乾燥之後的顏色 跟它原本粉底液的顏色 我覺得不只差一個色階 差到兩個色階有 這個是新鮮剛擠出來的粉底液 這個是乾燥之後的粉底液 大家在選購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是以乾燥的顏色為主 好 我現在要去繼續進行我的工作 我要去錄製別的影片 那等一下晚一點再跟大家check一下 粉底的持妝效果如何 待會見 現在時間來到4點56分 待妝差不多兩個小時了 然後因為我都是在冷氣房裡面吹冷氣 所以它沒有太大的變化 把光調露一點給大家看看 就是基本上是完全沒有脫妝也沒有出油 我覺得這一款它應該是有一點點抑制出油的效果 因為我發現只要畫它 我的梯子啊妝容都會很完整 我的髮戀紋 有微微的均裂 但也還好 我拿海綿彈壓一下 好 稍微推一開就 much better 好的 接下來我就是打掃家裡做個家室剪片 就晚一點再跟大家update 底妝狀態 see you later 現在時間來到7點47分 給大家看看我現在臉上的狀態 剛剛我在做家室的時候完全沒有吹冷氣 就燙衣服什麼就讓汗流 所以現在鼻翼跟臉頰 其實整張臉都有點微微的出油了 光澤感又有出來 可是我妝容的完整度並沒有影響 那我現在拿面紙來按壓一下 我們看看它的脫妝程度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掉的很厲害 額頭也來一下 嗯 也沒有耶 所以呢 這款粉底它扒在你臉上的持妝效果是非常優秀的 我現在整張臉都壓過了 大家看看 雖然說還是會脫妝 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細微 整體的妝容啦 說實在的還是有微微的變淡 比如說像是我鼻翼的泛紅啊 已經有慢慢的浮現了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臉部的瑕疵什麼的 還是被遮得蠻好的 那我就拿出的美妝蛋 稍微圓一下 要新加坡這麼熱 沒有開冷氣 不是在開本校的 我剛剛在燙衣服的時候 真的是 汗如雨下 好這樣子稍微補個妝之後呢 又是一尾活龍 那姊夫今天會比較晚回家 最近他都加班很辛苦 所以我們今天的晚餐會比較晚吃 然後吃完晚餐休息一下 通常我會運動 所以等一下跟他check的時候 應該就是我運動完 準備洗澡卸妝的狀態 期待 看他hold不hold得住 Rain on me 待會見喔 開動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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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間來到了10點23分 然後我剛剛熱舞完了 大家看看我這瘋狂的爆汗 對不對 都是汗 OMG 那我們現在就是趕快擦一擦汗 然後看看我的妝效 維持的效果是如何呢 大家可以看到衛生紙上面 它的粉基本上都沒有轉印 就是你的汗會流 但是你的妝還在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我臉上妝容的完整度 先不說我的眉毛 或是我的眼妝等等的 我覺得底妝其實是hold得還不錯 因為就在剛剛我經歷過 廚房的煮飯跟熱舞時間 所以底妝的完整度 我覺得這樣是很不錯的 而且最讓我驚訝的是 它的T字真的維持的很完整 不好意思我現在還是有點喘 讓我 暈一下氣 簡單的為大家總結一下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是混合肌 夏天的時候T字會容易出油的人 這款粉底你是可以安心購入的 如果說你是中東油田 整張臉都會大爆油的那一種的話 其實也許妝前打底做好 或是搭配粉餅補妝等等的 我覺得它維持的妝效會hold得很好看 因為就算是出油出汗 底妝基本上是巴在臉上不太會掉的 那如果說你是乾肌 或是中性肌膚的觀眾朋友的話 這一款可能就是妝前的保濕跟primer 一定要做好打底 其實說了這麼多 不管你是哪種膚質 最準的還是一定要靠櫃適用 如果說可以的話 最好拿個試用包回去 用個一兩天之後再決定說 這款粉底是不是那麼適合你 那這樣子使用下來 我覺得這款粉底在我臉上 我比較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它填補毛孔的效果 並不是那麼的優秀 再來是它粉底乾掉之後 暗沉的顏色真的色差太大了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要買的話 一定要是以粉底液 在你肌膚上乾掉的顏色為準去購買 好的我現在要去洗澡了 因為我跟鏡頭在講話 我的汗還是一直飆 然後我是蹲在這邊 錄影的 所以Gotta go 如果說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還有訂閱分享按鈴鐺 訂閱分享按鈴鐺 按下小鈴鐺的話 只要我上傳信片 它就通知你 所以請記得回來喔 然後在你離開這部影片之前 我要告訴你記得你是最棒最美 最amazing的 I love you so so much 那就下支影片見了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I love you